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星期六 可以睡个懒觉 但是我要起床了 现在洗漱一下 出门菜市场撞一圈这个早点 再回来做饭 烧点开水 早晨起来喝一点温开水 调节一下肠胃 我已经收拾好准备出门了 今天穿了一件长点的羽绒服 因为天气太冷了 刚才好像还下雨了 出发准备去菜市场 吃早点买菜 太冷了太冷了 现在天刚刚亮 刚才下了一场雨 买一点肉 刚才看见 可以绑着多了吧 谢谢爸爸 我叫他帮我切一下 刚才买了点肉 16块钱的 还有这个皮呢 我叫他帮我切了一下 因为太冷了 我自己懒得切 我的早点好了 多韭菜多腌菜多肉 多辣椒 这是老字号的那家 还是原来那家 我们要开吃了 过年了我来买一副对联 看这个灯笼 小的 我说买一副消点 打到盘子 ok 买一副这种肤肤 它不要肤肤肤 什么要这个 就是身体健康的 我买东西回来了 这些就是我今早买的所有的东西 一共花了我一百多块钱 有肉 有腌菜白菜 还有这个对联 过两天没时间买的 买两副对联 还有这些零食小吃 这些我带回公司 这个拿回去给我侄子 今天是我这一两年 最奢侈的一次吧 买这些零食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娘 今天早上我去采购了一些 购年的一些零食 因为过两天 我们上班也没时间去买 这是我 应该说是这一两年 最奢侈的一次吧 因为这两年就是怎么说 因为我又一些原因吧 也欠了一些钱 所以平时就我的好多菜 如果我来我这里 都是从我家里面带过来的 一般肉买的比较少 都是我妈帮我买好 然后我拿来的 有的时候就是买两三次 平时我去菜市场 都是买一小点 就是几块钱的 因为现在要过年了 我也就是今年 比较那个 就是生活比较转变的一小点吧 我就提前把这些给买了 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再买吧 我觉得一两年 说实话我的生活是过得非常辛苦的 每天就是不敢买什么好的穿的衣服 有的是我朋友给的 有的是我表妹给我的 买的就非常少了 比起我原来每个月都是买衣服 买衣服 现在基本上都不买了 因为生活让我成长了一些 我首要前提就是 赶紧把我的欠债给还完 然后再好好地享受我的生活 现在只能像这种 每天就是工作 赚钱 这是我的 比较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吧 因为你靠谁都靠不住 出了自己的蝶妈 我每天都是 现在我也不参加什么机会 就太少了 因为真的是 有钱的时候你和谁都有缘 没钱的时候 谁跟你都没有缘 所以什么都要靠自己 所以这些东西 像这些零食 我是去我们公司的一些同事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 那些人对我也很好 所以我也买点光色之类的 放在他们那里 不是让他们吃 就是你对我好 我才会对你好 所以以后我不光是一个人 生活还是怎么样 都要好好的 把自己的生活不好就行了 我先也说 因为在你最落魄的时候 也好多人都是想看你的笑话 也不是真心地想帮你 想帮你的那些朋友 都不会说的 他们都是 就是默默地在帮助你 这个我 这两年就是深有体会 我也很感谢这些帮助我的朋友 还有同事 还有我的父母 特别是我的父母 就是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我 让我就是没有后果之忧 在每天上班 就是过一些我的平荡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差不多准备一下 要做饭了 一个人也要把生活过好吧 希望大家也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 好了 拜拜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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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